本节目由七品空间赞助播出 七品空间是全台唯一一间围棋咖啡厅 主打给棋友们一个舒适的下棋环境 点一杯低消饮品就可以待上一整天 实现真正的以棋会友 除此之外也会不定期举办交流赛 讲座职业骑士指导棋等活动 随着疫情渐渐解封 也欢迎各位实际来走走 说不定也会在店里看到肖林老师 成为七品VIP后 也会享有更多的福利优惠通知 详情可以看底下资讯栏 那么我们正片开始 欢迎收看我的老天鹅充酒之路 各位好我是小林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盘棋 我与这个Pokoroku 反正是一个日本棋友啦 那这盘棋我算是 被垫得很惨啦 上方的棋就死光光了 我后来呢追溯了一下 就是原本在布局阶段 走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有52% 那在走个棘手之后 就直接躺平 没有任何的心跳声的吼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啦 放在底下我应该要如何应对吧 来吧 那我们就准备进入棋局 好这盘棋呢 我是指白棋 行径至此呢 黑棋在右边拐了一手 我是觉得拐右边 白棋不知道这么应对啊 年也不是 长也不行 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 不好理就不要理了 我们就直接从底下呢 夹击一下 那实战 黑棋在这里 尖一个的时候 我知道它是瞄着我这个尖段啦 不过暂时 其实不太需要补啦 因为我这个气很长啦 所以呢 我是选择 尖在这里 紧接着呢 黑棋碰完之后 扭断 那此时呢 就是本局的问题啦 就是白棋应该要 怎么应对 其实这个时候呢 白棋这个棋也只能先 打完之后一贴啦 这个打是一个顺势的动作 然后黑棋断完之后一挡 这个都算是必然的变化 然后呢 这边我有点小小的失误啦 那如果白棋想要就这两颗 最抢手就是 就是打完之后一撞 这个撞 感觉有两边剑合啦 一个是针子嘛 一个是底下的夹下去 那如果黑棋是挡底下的话呢 白棋这边还有一个 厉害的门锋手段 不过此时黑棋有一招很强 就是拐在这里 呃 它可以同时把上方 跟底下 都给 好 所以白棋是逃不出去的 好那逃不出去那就只能弃子啦 那弃子的方法呢 应该要打完 我是打啦 可是我忘记多打这一下 这一下一定要瞧到好不好 然后再打 打完之后 也不应该接啦 应该要 再在右边走起 那未来呢 黑棋断掉的时候 白棋拐 与黑棋进行打截 这个打截 不是很怕啦 不是很怕 那实战呢 我这边 呃 是失误挺多 首先一来我忘记打这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以后压的时候 它不会再长了 对吧 这两手 白棋是可以赚到一些东西 然后其次是我在这里接住 就我当时以为这个棋一定是要接住 把这个吃掉 但殊不知被黑棋 一打上来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双方的所得啊 黑棋先把左下角这个吃了一个超级肥脚 然后又在右边抢到先手 打过来 那右上角这个规模又非常的巨大 白棋其实就只吃了这三颗杆子了 所以走到这里呢 呃 基本上已经输了啦 所以后来我稍微再倒带一下 呃 就是这一步啦 这一步呢 稍微 差那么 一公分 但是一公分差很多 我实在是尖嘛 对不对 AI说应该要跳 跳的话差很多 我跟你讲 这边 它都还是不能断的 这个断完之后什么比气哦 我跟你讲 这个黑棋比白棋还危险 所以呢 它还是只能照原定计划碰断 但是 尖跟跳的差异就在这边显现 我还是照原定计划 我还是打 我还是接 它还是打 但是它现在就没有办法打了 有没有看到各位 因为我这颗棋在这的关系 我可以直接把它震掉 啊 差很多耶 差很多耶 所以如果跳的话 这个 局面呢 还是挺漫长的 好啦 但是 一公分之差啦 这样好 OK 所以这盘棋 这算是 脆败的哦 哈哈哈 好啦 那本局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边 我是孝林老师 下期再见 各位 拜拜 拜拜 嗨嗨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收看我的频道 小小林网讯课呢 现在来扩大招生 回馈给各位旗友呢 第一堂课可以免费世上的福利哦 欢迎大家来体验 那我们的网军课程 包含直播上课 回放复习 线上作业 还有线上的对弈 老师呢 会依照各位学员的其力来分班 让你用最亲民的价格 做最有效率的学习 想变强的旗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哦 大人跟小朋友都可以上哦